在2015年的时候,一位身价30亿的大佬隐藏身份,来到国内的一档相亲节目 一上台就自我介绍,说道 大家好,我今年34岁,是一名建筑工人,现在每天的工资大概在四五百块钱 一个月也有一万多 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找到一个漂亮持家的女朋友 话音刚落,就由女嘉宾提出疑问了 男嘉宾,你找女朋友是非常看重外貌吗? 既想要漂亮,还要会持家 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就连古人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凭什么就觉得你可以找到又漂亮又会持家的女生 男嘉宾说道,我怎么就找不到这样的女生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条件并不算太差 而且在我们的城市,我的工资已经算上比较高的了 这时另一位女嘉宾开口说话了 既然这样的话,男嘉宾,你现在有车有房了吗? 想要找到持家的女朋友,你至少要有一个家吧 男嘉宾回答,我现在的工作性质 几乎是全国各地跑,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 吃住的话基本上全部在工地 暂时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 也没有买房子的必要了 至于车子就更不用说了 我工作都是说走就走 卖车子的实用性也不是很大 但是之后有女朋友的话 我会在外边租一个宽敞的房子 男嘉宾说到这里 就有女嘉宾开始陆陆续续的灭灯了 女嘉宾说道 我觉得,呃,对于女生来说 有房子不只是住的房子 而是一个安全感 如果住在租的房子里 哪里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家呢? 再说,谈恋爱可以住租的房子 那结婚之后还要一家人住在出租屋里? 听完,男嘉宾也是一脸苦笑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工地上工作 如果要我在北京买一个房子的话 恐怕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平米 还不如租好一点的房子宽敞 再说,租的房子也没什么不好 想租在哪里就租在哪里 这些话,女嘉宾们听在耳朵里 就是不靠谱加上四处奔波 这下厂上的灯牌数量也是寥寥无几 一位女嘉宾出来维护 其实男嘉宾的想法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租房子的还是挺多的 现在的房价想要买到不错的房子 确实是比较吃力的 但是男嘉宾,我还是觉得买房子比较靠谱 如果和我在一起 我会和你一起奋斗买房 到时候房产证上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算上是共同财产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考虑买房子吗 男嘉宾考虑了一下,准备回答 还没开口,就被一位一直沉默不言的女嘉宾打断 好了男嘉宾,你就不要装了 你哪里是什么建筑工人 我之前在一个财经节目上见过你 他们还专门给你做了专访 当时的身价已经数十亿了 你又怎么会没钱买车买房 我看你随便消费一次 就抵得上我们一年的工资了 现在都流行来相亲节目装穷了吗 主持人听到这话也是调侃 看来男嘉宾的真实身份是隐瞒不了了 男嘉宾还不赶紧介绍一下自己的真实身份 身份被戳穿 男嘉宾也是一脸苦笑 对那位女嘉宾说道 你说的是当时的我 但是现在生意不好做 我已经卖很多公司 才勉强维持运行 而且现在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你们现在提到的房子车子 现在的我是真的拿不出来 听完这段话 女嘉宾也是不依不饶 坚持认为男嘉宾在忽悠自己 说据我所知 男嘉宾的真实情况 可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 听说就连你弟弟结婚 你都一掷千金 不但给他好几百万 甚至还送了一栋别墅 这哪里是你自己说的 买不起房子 男嘉宾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之后结婚的彩礼 肯定不能比你和弟弟的 给的少吧 毕竟是你自己娶媳妇 最后又调侃的说道 也不用太多了 跟他们一样就行 这时 厂商的一位女嘉宾说话了 怪不得你能将灯牌留到现在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男嘉宾的 男嘉宾也是急忙说道 我弟弟给的彩礼 可不是我给的 那都是人家在公司里面的股份 现在我的情况 还就真是刚才讲的一样 你想要的 我是一样也拿不出来 女嘉宾也是咄咄相逼 那就算不按你弟 娶媳妇的规格 那豪车和别墅总该有的 毕竟房子车子 都是结婚必备的 男嘉宾听完 也是直接恼火了 女嘉宾 你这样说恐怕不太妥当了吧 来到这个节目 大家都是萍水相逢 这样的要求 是不是太过分了 再说就算咱们两个再熟悉 你又凭什么要求我拿出这些东西呢 现在口口声声说 咱俩在一起 你到底是图我这个人 还是想要我的钱 难道两人之间的感情 还抵不过房子和车子 这些不都是身外之物吗 你又是从哪里知道 我家里的事情 难道你偷偷调查过我不成 这时另一位女生看热闹不嫌事大 男嘉宾你还没有看出来吗 这位女嘉宾就是冲着你的钱去的 要不是知道你是超级富豪 可能早像我们一样灭灯了 男嘉宾对于现场的情况 估计也无奈了 说道 我再次强调 我来到这个节目 只不过是想要找到 看中我的人 性格单纯的女生 而不是找一个物质的女生 你这样的人心眼太多 我恐怕承受不起 这样一说 女嘉宾也不乐意了 我这样怎么就是物质 这只不过是大多人 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讲 现在哪有不提现实的感情 男嘉宾 你渴望纯真的感情 也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吧 再说 我比你年轻这么多 咱俩在一起 谁占便宜还不一定呢 男嘉宾立刻回对道 这便宜我恐怕是无福销售 女嘉宾 咱俩三观严重不服 你直接灭灯吧 女嘉宾也不客气了 直接说道 男嘉宾 你以为要是你没钱 就只看你这个人 就能找到你说的女生了 不要太天真了 把条件摆在桌子上 才是没那么复杂的人 说完 也直接灭掉了灯牌 男嘉宾也气得不轻 说 我觉得社会本来没那么复杂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 只看外在的人 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说完 直接愤然离场 主持人也赶紧打圆场 你们俩不在一个频道的人 也不用互相抢求 掌握不了的人 也不必苦苦相逼 对于男女嘉宾的不同观点 各位看官有何看法